去年中秋佳节之际,天外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一颗月时在我国云南省某地区的半空爆炸,威力惊人,幸好的事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此举引起了世界许多专家的注意,纷纷对天外进行观测,避免还有路往之鱼。 众所周知,天外有时和小行星,是灭绝星球的强大武器之一,地球便曾遭受过一次严重创伤。 两亿年前,地球上被一群强大的生物统治者,它们便是恐龙,是站在当时食物链巅峰的生物。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让它们变成了化石,随着近些年诸多恐龙化石的出土和专家研究的深入,几乎可以确定那场灾祸是天外小行星造成的,直接导致当时地球三分之二的生物死亡,其中便包括恐龙。 可是让专家感到头痛的是,那次灾祸出现的时间无法确定。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一些网友可能会质疑,几年前不是有专家确定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时间是距今的五千六百万年前了吗? 怎么又会发生变化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最近科学家在墨西哥湾附近,发现了一个大坑,对坑中的岩石成分研究后发现,形成的时间是距今的六千六百万年前。 据了解,科学家对大坑研究后发现,当时小行星的撞击力惊人,很有可能将地壳也撞穿了。 地球上的生物,根本无法在此环境中生存,从而它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恐龙灭绝的时间,或许要推迟一千万年。 小行星和天外远时的破坏力都极其强大,幸好有月球这位保护神的存在。 不然的话,人类根本无法在地球上生存至今。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